俄伯梁亚丹魔鬼城,沉落在青海省西北部柴达木盆地冷湖镇西南约75公里处,总面积达320公顷,平均海拔3260米的山梁。 这片广袤深邃的荒凉之地经历了千万年风清雨时和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才拥有了今天具有美丽的生命和灵魂。 这里也是亚洲乃至世界规模最大,地质形态发育最成熟,最具观赏价值的亚丹地貌群落。 2014年,冷湖俄伯梁亚丹地貌魔鬼城入选青海最美景观拍摄点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规模超出人们想象的亚丹群落。 身处此地,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自然界的苍茫与辽阔。 亚丹地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最高境界之一,你一定会为其神秘的魅力而折服。 这里的亚丹群落大部分处于无人区,一些地方有废弃公路可以到达,还有很多地方无路可达,车辆在戈壁滩上颠簸行驶,就像进入巨大的迷魂阵一般,在里面容易迷路。 因为奇特怪诞的亚丹地貌,飘忽不定的狂风和诡异的风声,加上岩石富含铁质,地磁强大,使罗盘失灵,远眺那些壮观的风丛。 这里是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原始神秘地带。 俄伯梁亚丹分为一号与二号群落,有一条废弃的道路贯通其间。 腹地里的亚丹当属于成年期,形貌高大壮阔。 如果你曾经到过敦煌亚丹,参观过那里的西海舰队群落并且觉得震撼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那是一支人间舰队,而俄伯梁亚丹群落则是一支庞大的星际舰队。 这一带亚丹形貌多变,气势磅礴,由于周围有大片眼瞼地的烘托,显得更为苍茫神秘。 择一高台,远望群山,只见其间亚丹从幼年期到老年期呈错落分布。 风过白沙迷离之间,远方仿佛是另一个星球的异域城邦, 又好像古老的王国穿越千年依然耸之眼前。 从火星一号公路进入,就来到这个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 魔鬼城是一个地质奇观,其形成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长期的风化侵蚀、地壳运动、岩石断裂等地质作用导致了这一地貌的形成。 尤其气候对俄伯梁亚丹魔鬼城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干旱、高温等气候条件下,岩石表面的风化速度加快, 魔鬼城所处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受到地壳运动的影响。 由于地壳的抬升、断裂和褶皱等地质作用, 导致了地表岩石的不均匀受力和变形,最终形成了这种奇特的地貌。 岩石成分主要是石灰岩、利岩等。 这些岩石在长期的风化和侵蚀作用下, 形成了各种形态各异的岩石柱、岩壁等地貌特征。 岩石的硬度、抗风化性等特性也影响了地貌的形成过程。 总的来说,魔鬼城的形成是地质构造和气候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而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地貌。 在蓝天白云的称影下,令人震撼不需此行。